诈骗集团告知被害人身份证和健保卡被盗用 必须将钱汇入监管账户厘清 汇了80万过去才惊觉上当 没想到对方实随之位 想再继续骗钱 竟派了两名17岁青少年假扮警察面交取款 但最终还是难逃罚网 另一起案件则是被害人误信假投资话术 被骗走960万 诈骗集团事后要求他再加码50万就能翻倍 同样也派出17岁少年假扮李专取款 下场一样被警方当场逮捕 两起诈骗案件共逮捕四名嫌犯 其中竟然有三名未成年高中生 他们先被诈骗集团高薪吸引成为车手 事后又被当免洗块用过急丢 打工前没赚到 还留下犯罪记录 根本得不偿失 而这也显示现在诈骗集团猖獗 成员有年轻化的趋势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报道